馬匹一路一路安排上去入閘 黃庭嘉嘉也搞定 全部馬匹準備 妥當第二場賽事 四班千二米端途賽 準備 現在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 見到騰王永神區都是快的 再見到中間有海南一號路 路發埋扁就是這隻大地和平都快 後多小還有大勇士 外面藍衣就是泰山 後些先見到灰馬銀飛龍 想贏就贏在尾三 後面兩隻佳童黃庭嘉嘉 過800米斷柱 前面永神區貼欄 外面藤王在第二位望空 第三位路路發來蘭第四海南一號 左後面還有泰山 來蘭啡色衣服 藍眼罩大地和平 後面有銀飛龍灰馬 尾三大勇士後面兩隻 想贏就贏 佳童包在尾還有黃庭嘉嘉 轉彎永神區 折離了大約半個身位 藤王緊隨第二 左後面第三位還有路路發 海南一號紅帽 後面藍衣泰山 第五位埋扁大地和平 側出來中間還有大勇士 最出那邊有銀飛龍那些馬 鬥到最後200米 永神區埋扁先 中間有這隻路路發先過藤王 直追永神區 最後100米 路路發已經透出 埋扁藤王 谷緊上來內蘭 還有永神區接近終點 路路發贏 第二名藤王 第三名永神區 第四名 海南一號的機會比較高些 結果這隻路路發 都以一個很輕鬆的姿態 贏出這場賽事 但是第二場馬 和第一場差不多模式 都是擺上前面的好處 路路發第一 藤王第二 永神區第三 海南一號第四 老路發 幫孫大志 幫孫大志 今季第二 藤王 跑到第二 永神區第三 海南一號跑到第四 十一號 臨尾的讀人有三個開 因為是藤王樂菲 也跑到第二 總算都能夠大熱勝出 孫大志繼續都是很旺 看下預計派彩了 跑第一名是十一號的路路發 導人派三十五號 位置派十三個半 跑第二名的十號的藤王 位置派十五個半 跑第三名的三號的永神區 位置派十五個半 連贏位十搭十一派 七十六個半 三名彩十一號 十號三號派八百六十元 單貼派二百四十五元 位置Q十搭十一派三十六元 三搭十一派七十元 五號三搭十一派八十四個半 跑第四名是一號的海南一號 王爵在後 這隻路路發 早段一路跟著前面的藤王和永神區 一入直路的時候便爬過你們 由於萬步出的關係 前面那兩隻都當然是回到來的 很慢 四十七秒七 二十三秒六九第二段 海南一號都沒辦法了 山山來治之下只能跑第四 下很多飛 後來也下六倍多 六格 很簡單 既然這麼慢步速 藤王好或者路路發 都很容易跟到好位 四條橫派二百七十八元 四重彩排四千零二十九 都幾正路 大熱Q 一對三四名的腳 Kid都幫我們拖起來了 大家巡台影片 這場起步就是王庭佳佳的晚 另外一隻佳童是大晚集 前面走我們見到騰王動手 然後永神區一齊殺了 前面那隻海南一號 已經和陸陸發在那裡 第三層我們見到泰山在開邊 裡面是大地和平 後些是大勇善銀飛龍那些馬來的 想贏就贏 跟不到了在尾三 然後就是留了一閘那隊 佳童和王庭佳佳 一來又猛 二來後面那些馬都 有些水準都不是很好 後面那幾隻都完全不會跑 泰山其實不夠快 有點奇怪 不過十一檔 可以歸咎於這件事 你流露化就是真的 可以行符Turbo 幾步已經過了你了 即你的狀態 比很多對手好 你好像大地和平 大勇士 衝都不衝 大勇士還有個小小肚腩仔 希望跑完這場 修身會更加好的 複榜完畢派採作實 為止Q10達11牌 36.3達11牌 70元 5號3達10牌 84個半 四連環派278元 四重茶叉牌 大幅4,029元 4,029元